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说奇怪 怎么没有人谈呢 大家谈的新闻都是眼前的新闻 今天是911耶 大家忘了911是什么日子吗 美国双子星被炸那不是很重要的日子 怎么也没有媒体在报 各位新闻就是这么健忘 双子星被炸 然后美国就派人杀了宾拉登 然后双子星上面死了4000多人 拍成好几部电影 被认为说美国这百年来 几乎是最大的一个灾难事件 可是好像大家就忘了 各位 波士顿马拉松 爆炸案 死的人没那么多 还拍成电影 叫爱国者行动 现在呢 现在变成很多新闻就忘了 所以我们很多事情在新闻上 有时候你觉得这个事情很重大 过去陈水扁才入案发生 很多名嘴啊 包括胡忠信他们 说民进党完蛋了 20年之内别想执政 各位有吗 结果马上就一上任 那时候很多场立委的补选 通通都是民进党赢 国民党就只赢一场 那时候 隐隐的张宋文 他爸爸帮他汇险下台 台中 江连湖也被认为汇险下台 李清安双重国籍 也被 撤掉公职 然后 你看到一堆的 选举 国民党的李以廷 李以廷是苗栗 也是新克立委 经过一座庙 就监了三千块 给庙里添香火 结果认为是汇险 汇险 受到汇险那个人叫土地公 然后也认为是汇险就下台 同时跟他选举的 民进党的候选人也监了三千块 可是因为他没有当选 所以不算汇险 各位这什么道理啊 因为我们司法碰到国民党了 非对付他不可 要表示自己司法很公正 所以到庙里 兼香油钱算汇险 苗栗 所以李以廷就下台了 那些不险国民党通通输 只赢一场 台北市大安基 李清安这一场 国民党推出蒋乃鑫 民进党推出周博雅 是现任的议员 蒋乃鑫也是议员 然后那时候新党的朋友 他们推出了姚立明 姚立明那时候常上我的节目 我那时候在主持节目 两个节目 电视台主持人 我的来宾很多都帮他站台 然后他们也叫我去站 我一口气劫 我一口气劫 姚立明的品格跟蒋乃鑫能比吗 大家都认识这么多年了 差太远了嘛 我怎么可能去帮姚立明站呢 那时候姚立明还在 还在蓝金里面深蓝 每天这样讲的 我说他品格跟蒋乃鑫不能比 蒋乃鑫我认识太久了 他是一个金子 写名服务 或者操守 都是低流的 不用讲 各位朋友现在不嫌立委啦 但是 两年后在嫌疾里面要挺这个人 我不骗你 这个人 品格跟办事 跟写名服务都是没有话讲的 而且非常低调 但我不可能去挺姚立明啊 我讲那时候的场景 有时候人在见状是很快的啦 今天911 911大家看到的新闻是什么 新闻会有变呢 你看到了 说高雄前正期 一个太太 把老公给杀了 放在冰箱三个月 这是你听到的新闻 我告诉你不是这样 杀人的是他儿子 他老妈跟他老爸 这个老爸 榴莲 深色 然后家里本来有四千万的遗产 被他去买跑车用掉了 到翻厂里面去开销 每天po上网 哎呀 多了不起 所以跟他太太有争执 吵一吵吵的 他还打他太太 后来儿子回来了 把他老妈牵到房间里面 不要跟老爸吵 变成儿子跟老爸吵 老妈关在房间 然后等他出来 他老公已经被他儿子杀了 所以 他就帮他儿子 隐藏 认为说 我来顶 我来顶这个罪 这是整个过程 各位 新闻是一直在变化的 对不对 新闻的变化 超过你想象 台湾现在是怎么啦 我们已经发生四个分尸案了 突然又一个兵尸案 兵了三个月 一个人失踪 兵在家里 兵贵 兵在家里的兵贵 兵了三个月 你有时候讲 这是怎么样的世界 我告诉你 大家都忙着选举 忙着救灾 不是吗 你从嫌疾里面 你看到多少新闻 一晃过去 然后 就是这样 那如果小董 刚刚没有讲说 其实杀 杀人的是他儿子 不是他太太 你放过他新闻 你还一直记得 高雄有个杀户案 台湾有多少杀户案呢 土城有个老公 跟他老婆 卖猪肉 卖得不错 生意也不错 老公赚了钱 包扬小三 老婆就把他逗了 你看啊 过去 作家里扬写了 一本书叫杀夫 杀夫 夏文系主演 被他杀那个人叫白英 常常打老婆 就把他杀了 李扬是陆港人 他借的这本小说 说是陆城故事 其实这不是陆城故事 这是发生在上海的一个故事 他是从那边借过来写的 上海这个故事 又写在一本书里面 上海过去有个作家 因为他后来也是到台湾来 他叫陈定山 陈定山写了一本书 叫春生旧文 大家知道春生的典故 春天的春 申请的生 春生就是上海的简称 台北有家餐厅叫春生十五 在仁爱路圆桓那边 那春生 因为春秋时代 这里是赐给春生金黄歇 黄歇是楚国 国王的弟弟 赐给他一块地 就是现在上海的地 所以他就战国四公子 大家知道战国四公子 孟长金最有名 孟长金 他叫春生金 还有一个叫平岩金 那当然 最中类 故事最精彩的 就叫信宁金 信宁金叫魏武记 他曾经演出了道兵符 但是我们 讲春生 的旧文这本书 春生旧文 里面就是写一个妇人 也是把他老公杀了 赞那时候在上海 是害人听闻 这个妇人叫我 我印象没有记错 因为我是三十几年前 看这本书 印象没有记错 这个人叫 詹舟四 詹天六的詹 周公的周 以前妇人就称四嘛 没有名字 叫詹舟四杀户 那故事当然衍生起来 大家就想说 哇小董你讲的 沙吾故事怎么一连串 没有 我不是表示我 我博写后怎么样 不是 我是要告诉各位 你不会觉得 台湾的凶杀汉很多吗 凶杀汉都没关系 最主要是 那种杀法是 很残忍的 最主要是残忍 杀人各地都有 可是很残忍的杀人 譬如说日本人 打到中国大陆 他到处杀人 他怎么杀 他杀进来 看到小孩子 小婴儿还不能 站起来的小婴儿 他把他丢到空中 然后再用刺刀来刺 他用这种方式杀人 他把女孩子强暴以后 再把他的肚子 用刀把他剖开 他是这种杀人 那不是 我刚刚不能讲日本人 我应该讲他畜生 那是个畜生国家的畜生精人 然后来干了畜生的事 所以你为什么看到 日本的人 登堂入室 清门踏户到台湾来 替卫安户小董会怎么去 我相信你只要 只要有点 人性的人 你看了都会去 他怎么赤揉揉 然后 他还 他在踢的时候 他还找他的一个朋友 在旁边拍各种角度 各位有没有发现 拍各种角度啊 就说我这个角度 这个那个角度 那他们是一个组织啊 这个组织 我用这样踢的话 我用这个角度 我拿回去我们组织 发表 给所有我们组织的城堂看 你看 你看 对不对 我都神勇啊 我藤井实验 我都神勇 我到台湾哦 都是 这台湾都是台湾人 我是日本人 我到那边就踢了他 你看各种角度 回来 哇 哇大家看得好神勇哦 日本果然是台湾的走狗 果然是植兵地 你看 我们去踢了 我们上门去踢了 对不对 了不起吧 李小龙一个人 闯到日本的道馆 对不对 叶汶 一个人跑到日本的金营里面 日本那个金冠头子 来来打 叶汶说 来 你们不要一个一个 一次来十个好不好 对不对 张子丹说来一次十个 就来了十个 十个马上被他打 一个打十个 结果又一群人来 通通被打 大家觉得好开心哦 现在日本人 他觉得 我到台湾来 我踢威恩乎阿嬷 那是一尊铜箱而已啊 回去他也是 限要 各位你觉得气不气 这是谁的土地啊 然后你更气的是政府的态度 昨天外交部说 要理性要理性 各位要理性 中华统一初进党 李承宏很气 李承宏是台湾人 不是外省人 李承宏跟我很熟 他83年当选台北市议员 他跟其他记者不往来 他唯一往来记者就是我 小董 他平常 研究室门都关起来 什么时候打开呢 里面就两个助理 他平常也在外面跑 他的助理 平常门打开时候是怎么样 就是我去的时候就打开 跟我在里面聊天 李承宏 本省台湾人住在 厄隆街那里 他是 有些冲动 又有血性 八田一的 同向的头就他砍的 北投国校 前面有个日本的狗 也是被他破坏的 当然你要受法力制裁 小董并不鼓励 那他昨天 去台日 日本在台的办事处 叫台日交流协会 他进来变婆媳 外交部马上出来讲 谴责 日本 日本的藤井实验 来这边替胃恩 你叫大家要理性 然后 日本在台湾的办事处 被我们剖极 你要谴责 你外交部 你是什么部啊 你是遮羞部吗 各位你今天看了 就生气就在这里 为什么猪禄代表 大家都把他改成帮助了住 谢长青我也很熟 谢长青我也是认识非常久 我在台北 他当台北市医员 我就认识了 我也常跟他在一起 怎么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 他过去没有这样子 我平常心讲 还是过去我们认识 他不够深 但是过去我是常跟他在一起 包括那时候 检察官要抓他的时候 他躲在议会不出来 跟谁在一起 就跟我在一起 那时候警察什么 不敢进议会 因为议会门口也站了警察 不准别人进来 就这样 他就一直躲在议会 跟我在一起 我讲这 当然是很久远的事 可是有时候 你看整个政府的态度 你会不会生气 你会气炸 碰到日本人 为什么所有人 都不把自己当人看 日本不把你当人看 你自己也不把自己当人看 然后每天讲台湾要尊严 要主体性 你看到一个政党 叫民进党 像一条狗 对不对 碰到日本人还要摇尾巴 各位你看了就是气 怎么会有这样的政党 但是人家为什么敢 这样赤柔柔上来 所以你看到了 我们的民进党 现在搞选举 老百姓在救灾 我们在看新闻 都在看 很强烈的那种凶杀案 不是吗 小董昨天在节目上讲 我大批亚培安述 什么态度 你的产品这么多出了问题 也没看到一个花言人 或一个公司的高层 董事长总经理执行长 出来 解释到底怎么回事 跟国人道歉 对不对 完全没有 如果是 如果是一家 去中国大陆做了企业 你会怎么样 我昨天在节目上 不是开骂吗 你今天看到台湾就是这样 我为什么看不起 就是这样 每个人习以为常 每个人不是习以为常吗 昨天政府办了 两个假新闻案件 一个 一个 就做了 他把一个旧的画片 在中国大陆 曾经发生一个画片 大家在水里 吃一个婚宴 婚礼 然后淹大水 那是中国大陆画片 他把说 这就是在台湾 在嘉义这边 这边 假的 政府要办他 但是假新闻 在台湾 经过政府包装 很多东西 他不一定假 可是他是一个转移 这两天一个新闻 我们的卫福部派一队人 到台北市的蓝门市场 去查 中国大陆的金华和火腿 为什么 因为中国大陆 有非洲的瘟疫 非洲的瘟疫 很强 当然 人吃的不会怎么样 因为他不同样的 可是 猪得到了百分之百 会死 死亡率百分之百 那这个 如果病死猪 坐着 猴腿到台湾来 不得了 对不对 这什么时候发生 8月3号 开始发现了 尤其以安徽那边为主 然后开始查 不得了 查金华后腿 说 台北最火红的市场是 南门市场 你只要过年 过节 对不对 端午节 延宵节 什么 过年 通通去那边 所有记者都去那边拍 最有代表性 所有各省的风味都有 以前我跑国民党 中央党部 我们也常去 我们怎么去 我们就 大家散步 从中央党部 每个人买一道菜 然后 大概买个八道十道 然后 再煮一锅饭 就变成好像在吃酒席 对不对 八道菜到十道菜 非常丰盛 每个人买一道 那非常 所以在那边 小董哥被养胖了 好几公斤 因为大家吃得很开心 所有记者 那个地方代表性 南门市长去查 金花火腿 大陆来了 你看 非洲猪瘟 哇 大家看了 这个新闻 谁讲的 农委会主委 林冲贤讲的 那里有金花火腿 大家去查 然后 他是农委会 卫福部马上去操 台北市卫生局去操 这种才叫做假新闻 可是真的一堆官员在做 所以也不算假 各位你知道 一只猪腿要做多久吗 金花猪腿两年到三年 8月3号发生猪瘟 你在查猪腿 猪腿是什么时候做的 那时候有吗 各位没有觉得 这种新闻 就是假新闻嘛 可是官员真的在表演 你要不要跟着他做 要啊 各位 这只猪腿是什么时候做的 你即使查到 这只猪腿是什么时候 两三年前做的 可能都不止了 可能四五年前有人家里 对不对 大陆的晚辈或谁 或亲戚来台湾 早早 因为以前没有限制这么严 就带了一只猪腿来 那我们现在对大陆 当然管制很严 以前没有那么严 那我放家里放那么久了 哎呀又没人吃 干脆拿去 那边卖 就这样 这只猪腿 多久的猪腿 可以这样做新闻 马上回来 不要走开 欢迎回到 小董真心话 所以我在上一 上一节啊 我就讲 你看一群人 通通跑去台北南门市场 查中国大陆金华猪腿 你看得多荒谬 中国大陆发生非洲猪瘟 8月3号 一根猪腿 要做两三年才可以出笼 那时候有非洲猪瘟吗 可是我就是要秀啊 我就要表示中国东西都很脏啊 对不对 我就要表现这样啊 然后大家来看啊 那媒体的效果 你脑袋就有个印象 中国大陆的东西是脏的 是脏的 有没有查到 没有 可是敲锣打鼓 而且由林冲贤 农委会主委讲说 哎呀那 南门市场那里就有中国大陆的猪腿 叫金华猪腿 你知道金华猪腿多名贵吗 非常名贵 可是 我这个新闻一出来 大家一看 哇 你看 中国大陆东西就脏 然后非洲猪瘟 你看 中国大陆无所 不有的那种 无处不在的细境 你看 到处感染 到处是病毒 要造成这样的印象嘛 大家都在做这样啊 嫌疾 一定要拿中国大陆出来打啊 三天前 日本有个地方叫齐户 它发生了猪瘟 上次日本发生猪瘟是多久 1992年 所以到现在 26年 当然啦 大家一定讲 你看嘛 中国大陆一定有人偷偷带了肉品 让日本发生猪瘟 我告诉你 那是不同的瘟 这种 这种病毒一检验就知道 它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这是另外一种 跟非洲猪瘟毫无关系 会发生非洲猪瘟 表示这个猪瘟是从非洲来的 现在中国大陆有 发现了在安危 我们就赶快到台湾的南门市长去查 猪瘟有没有 猪瘟有没有 作假嘛 这个就是政治的表演 你知道吗 那日本现在发生了猪瘟 你为什么不敲楼打鼓去查 台湾到处在吃日本的松阪猪 标榜 标榜要吃日本了 对不对 你不是都标榜日本的猪多好吃 都怎么样 为什么不去查那些店 因为日本是自己人啊 不是吗 你把他当自己人 他有把你当自己人吗 他跑来这边 踢未安路的巷 已经引起公分了 他跑来救灾 他不下去 他说你们要救可以 我机器借你 你下去 因为这个地震很危险 不是吗 那个画面都赤裸裸的 各位都可以上网看 我们政府是每天在骗你 日本派人来帮我们救灾 有 他哪有帮 没有啊 他派七个人 只有一个是救灾人员 其他的都是官员 他们是在收集资料啊 你要叫他去救灾 他不肯 他怕等一下再有遗症 那房子塌下来怎么办 他说我可以教你 遗具怎么用 你们自己去救 不是吗 这花蓮大地震就演出这一幕 结果最后是怎么样 最后政府的处理措施 又被中国大陆 越青林 东南瑞士的越青林 被他拍到了整个画面 他们就不让越青林进来了 对不对 现在越青林没办法进来啊 你今天看到 我们的政府就是一个垃圾政府 一个归儿子政府 每天在塑造中国大陆都坏 是啊 他讲出真相 东南瑞士 他也没有表示什么 他只是把那个画面 前程他有录影嘛 看到日本人的嘴脸 假救灾 然后政府 那时候中国大陆要救 政府不准 所以我们这边 人员跟物质都很充分 花蓮大地震 中国大陆第一个时间就打来哦 打给 霍昆琪 给花蓮县长 结果 我们 因为 他竟然还是要经过我们 陆委会这边同意 没有我们不需要 我们人员员充分 我们机器也没有问题 然后政府再赶快主动打给日本 你们赶快派人来哦 然后要营造日本人 对台湾很 很关心的样子 这什么态度 这是走狗的态度 疫情狗 我们这 我们这 走狗政府你知道吗 各位我讲的东西百分之百负责 小总从来不讲假新闻 各位都非常清楚 你在营造的就是这个气氛啊 所以我就 跟你讲嘛 我从昨天骂亚培安树 骂到现在 有多少人吃 我的亲人生病 我也给他吃这个 因为 认为是美国的老牌子 一百多年嘛 结果 你现在出了皮肉 食品有时候出皮肉 当然品管不严 或怎么样 我可以同意啊 任何做这样 你吃小吃 你开小吃店 不小心 有一只蟑螂跳进去 你也没办法 你没注意啊 有可能 我讲有可能 可是你的态度很重要嘛 对不对 你态度很重要啊 今天你有看到 亚培的人出来道歉 说我们打算怎么处理 怎么补偿 怎么样吗 市庭这么多天了 没有 我就美国人 怎么样 美国人 美国人是你阿爸 是啊 所以你看到整个 我们中华民国的政府 我们除了 去罗资 去天油加助 对大陆的一些仇恨之外 我们碰到日本人 碰到美国人 我们就是这户嘴脸 垃圾政府 不要脸嘛 我讲东西 各位大家都拿来做比较 你把每一种东西拿来做比较 同样是食品哦 我讲同样是食品 你是什么态度 你就把它弄成政治嘛 今天你应该去呛美国人啊 你们卖这食品是什么意思 我们是给病人吃的 病人生重病 或给小孩子要补充营养 都是身体比较肉的人 身体比较差比较肉 比较需要补充营养的人 给他吃这个 有问题的产品啊 各位我讲 他身体已经这么不堪了 你还要用 对不对 你说猪瘟的肉给小总吃 我不会怎么样 你说你查到的 什么金华猴腿送给我 我当面吃给你看 我不会怎么样啊 第一个我身体壮啊 第二个我没问题 可是你今天亚培 是要给那些开刀 癌症 或者小孩子 小亚培安数 要给他补充营养的 让他成长的比较快 这些人都是身体比较肉 比较稀的 然后你给他有问题 那你 你这公司不用出来 出来说明吗 你要怎么补偿啊 你要查出是怎么样啊 你要道歉啊 什么 通通不用 因为他是大国是不是 你就怕了是不是 各位这什么态度 你对国人的健康 是这样糟蹋了吗 民进党每天都在骗 骗我们他都重视食安 食安有五丸 你今天看了就这样 他们不分期第一名 就是食安专家吴坤毅 吴坤毅在干嘛 已经两年多了 他在表现什么 台大教授 台大教授人干嘛 不要笑死人了 自己在那边骗自己 昨天有一群台大教授出来 要把代理校长爬他弄走 要重新联选 今天教育部长 艺金龙听得好开心 马上说 哎呀这个对他来讲 是一个助理 这一教授帮他讲话 这教授 我也认识一堆啊 霍德文教授谁不知道 利游游谁不知道 你们就是利涉的 独派的教授 你们就是不想管中民上任嘛 来帮民进党政务要来解套嘛 可是什么叫大协自主 你们当年讲的 你们推翻你们过去所做的 不是吗 你大协自主 大协自主 你选委员会已经选出人了 然后不认账 因为不是民进党要的 然后你们就出来涂之谋魂 你不会觉得这张老脸 让人家看不下去嘛 我们当然认识这些人啊 对不对 记者当这么久了 可是我觉得我最大的幸运 各位朋友 我讲我这辈子 从事的工作 当然主要就是记者 但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 我老实讲 我经历过两次民进党的执政 我们跑新闻时候 国民党威权时代 蒋经国还在 那我们经历了非常多 可是民进党两次执政 一次陈水扁 那时候立法院 南京购办 民进党很多东西受到牵制 这一次蔡英文执政 民进党在立法院够办 完全执政 然后你就看到很多嘴脸 这嘴脸不死政客 政客本来大家对他不信任 就有嘴脸 你现在看到是很多媒体 看到很多法官检察官 而且看到很多大协教授 所谓的协者 你就看到了 为什么 因为小董讲新闻 只有一样 是我最厉害的 以子之毛 戒子之钝 你过去讲什么 我现在手上就有资料 在我脑袋就有 不相信你就去Google Google出来就是有 现在这些人 过去怎么去争取大协自治 现在如何推翻大协自治 替民进党开头 对不对 多少媒体 电视 协者 名嘴 你看了 我就是看到这些人嘴脸 我觉得很庆幸 过去你要看清很多人 可能要几百年 可能要那个人死了以后 对不对 可是我们现在 很短的时间 我们就看到很多人嘴脸 原来他是这种厚色 对不对 原来他是这种烂咖 很多名嘴 我们不就是这样吗 四年前小董在骂柯文哲 这些人潜力捍卫他 捍卫他 柯文哲讲什么都是神话 都是对的 都不得了 然后柯文哲 你们怎么可以讲他 跟法轮功要器官 怎么可以 现在他们天天骂柯文哲 怎么去跟 怎么从 练法轮功的人上上 切器官做买卖 做前科 从台湾带病人到中国大陆 去换 换器官 器官竟然是 法轮功能成年的 太可恶了 这些人就是四年前那些人 小董太幸运了 看了他们的嘴脸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小董的节目 因为今天的天气不错 各位朋友 这几天大雨到处 南部烟北部烟 如果你可以的话 出来晒晒太阳 小董讲 秋天的阳光是很温暖的 不会太强 我刚要来上节目 碰到一个朋友 他喊出我 大骂 政府在搞什么 他是柯文哲的邻居 因为我们这个礼 这边就是柯文哲的礼 住了二十几年 后来柯文哲就搬到隔壁的礼 隔壁的礼叫做光明礼 就是靠 东门站那里 东门站前两天淹大水 柯文哲每天在夸口 东门镇淹大水 小鸡蛋淹大水 台北六七十个地方淹大水 这两个淹最厉害 小鸡蛋 淹大水 礼拜六淹大水的时候 刚好明歌手正宜在那边 他二十几年来 第一次办演唱会 淹大水 正宜 正宜最有名的歌 当然是月群 抱一只老月群 三两声不沉调 那是大家都会朗朗上口 我们这个年纪 因为那时候我们还在读书嘛 可是正宜办了这场演唱会 名称叫做 正宜来的正是时候 为什么呢 各位你听出他的嫌疾了吧 正宜第二条最有名的歌 也是他那时候唱片的专辑 那时候没有CD 唱片的专辑叫做 小鸡来的正是时候 小鸡来的正是时候 也是一条名歌啊 他就是他的爱人离开他而去 他花了很多感叹 然后突然有一顿小鸡来了 让他觉得说 人生就是这样 时情时矣 所以小鸡来的正是时候 正宜 正宜 情时多云 正宜 正宜来的正是时候 小鸡来的正是时候 结果来的是大鸡 各位 很多人说正宜好倒霉 我说不倒霉 因为你票已经买了 他钱已经收了 当然 我们真正也不是在乎那个钱 是要听听 当年名歌手 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也很喜欢他 然后很多节目 你也常听到 很多人在翻唱正宜的歌 他的乐群 从台湾 怎么从唐山来 从中国大陆 唐山过台湾 抱一只老乐群 他在歌咏了 是一个屏东的 一个老艺人叫陈达 陈达唱了思想起 思想起 的整个主着就是乐群的主着 乐群是一条歌 思想起也是一条歌 思想起是一个台语歌 乐群是一条国语歌 国语台语 融合成一块 那是我们那个时代对联歌 对民歌的喜爱 那是一个大的中国 那是一个大的 中华文化的传承 就是这样的情况 正宜很倒霉 他演唱会时候 小鸡蛋淹大水 他让柯文哲的神话 被打破了 柯文哲 媒体问他 台北淹达水 我看还好嘛 我还好 我有时候讲的很感慨 各位 这些人执政 他在干嘛 他在想我如何连任 连任完了 我如何选总统 更上层楼 他们想就这样 不是吗 各位 政治可以弄到很多权力 对不对 你讲啊 就是这么回事 民进党一样 你看陈吉到中央 来的时候 上个礼拜 联合报的社论 就说 不要让 我们政府变成陈吉的演兵场 就是你操练你自己子弟兵的场所 每个人来这边都当高官 然后做一些自己不熟悉的 你们都是实习生 然后国家 给你们薪水 让你们在那边玩 后来 前教总 全国教育产业工会 也出来说成吉 到中央 既然有17个人 离开高雄 从台北天龙国任职 所以小董昨天在节目上感慨 满城近代黄金甲 不是吗 唐朝 有一个人他去考进士 考不上 他很气啊 他就写了一首诗 这个人叫黄朝啊 大家知道 唐朝末年的黄朝之乱 黄朝 就写了这首诗 带到秋来九月八 我花 开后百花沙 冲天乡镇 透长安 满城近代黄金甲 这首诗 我是听张曼江 在节目上讲好几次 我就把它背下来 张曼江教我很多 为什么叫秋来九月八 因为他押印 你要知道中国的诗就这样 如果九就没有押印了 九月九号 重阳节 对不对 满城风雨进重阳 然后秋天来的 就是吉花开放 成吉就是一种耀眼的吉花 他九月开放 过去在高雄更够他的 通通到台北当高官了 对不对 所以带到秋来九月八 我花开后百花沙 我吉花开了以后 所有百花都凋零了 百花不管你是春花或夏河 你通通凋零了 只有我一支独秀 我开了以后百花杀 被杀掉了 杀死了 百花都杀掉了 对不对 冲天乡镇透长安 我是黄巢 我考不上 所以我要照还 那 我的吉花的香气 透到整个长安城 满城近代黄金甲 因为过去吉花都是黄色 叫黄鹰 黄花 明日黄花 所以满城近代黄金甲 就是都是我的人马 后来红小刚把他拍成一部电影 拱立周伦花 还有周杰伦主演的 记不记得 其实他就是一个这样的故事 但是你今天看到民进党 我执政了我的人马 就要充斥所有人 他们即使不懂事 即使是实验 是250万的实习生 没关系 他是我的人马 通通可以 你今天看到情况 台湾就这样 这些人怎么会做好事情呢 他没有经验 他没有历练 他的位置 很高啊 经济部政务次长 曾文森 跟过陈吉 是陈吉办公室主任 那就是邱毅 之一 陈吉 陈吉你是不是在台风天跑去洗文前 跑热澡 陈吉就告他 曾文森 文章的文 生命的森啊 曾文森 就围造了 陈吉的行程表 后来陈吉去告邱毅 告很久 告输了 我在节目上讲过 告到现在 今年才输啊 才定案 曾文森 他们也去捡起他 发现他围造 围造市长的行程 围造文书 被判有罪啊 当然这种罪不至于坐牢 可是为了帮陈吉 被判有罪 围造文书 陈吉就更 临袭他 所以 现在 现在他是 经济部政务次长 第二把交椅 你可以看到 厉害吧 经济部政治次长 顾立雄的太太 在那边当事务处的 常务处长 常务次长 比他还小啊 顾立雄太太王美花 干过制裁级的级长 智慧财产级级长 经济部下面的一级单位 公务人员当了三十几员 比一个小矛头还小 各位 你可以看到了吧 大家各凭本事 可是 我们的选举 我们的 整个国家 交到这批人手上 你会觉得台湾有信心吗 你要推翻他 就要靠选票 选举就是你 唯一的机会 今天谢谢收听 谢谢你